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和大家朝聖三大寺廟 海神廟、萬威王廟及水神廟 登上曼德高原景區 看美景食印尼炸雞 還去上IG打卡聖地 玩阿Gillyheaven拍靚相 今集為大家開箱巴里度假式酒店 交通超方便 離機場只有四分鐘距離 另外還會朝聖情人崖 近距離見到梯田 以及在金巴能海灘 望著日落、吃晚餐 今集我們旅行團五天都入住這間酒店 距離機場只有四分鐘的車程 非常之方便 附近亦都有便利店 走遠一點還有商場和超市 地理位置一流 導遊亦都好貼心 安排大家一落機就可以馬上入住 等大家搭凌晨機都可以休息 酒店一共有六層 一樓大堂已經充滿著度假風情 有不少休憩地方給住客坐 還有這個搖嵐千秋 舒服之餘亦都非常打擊 而天台就有泳池及酒吧 以菜式風格為主 設有更衣室 泳池雖然不算很大 但就勝在夠方便 旁邊亦都有太陽椅和巴桌 可以讓大家慢慢休息 今集入住Deluxe Guestroom 空間非常大 有超多位可讓大家放行李箱和隨身物品 另外亦都有超大雙人床 還提供耳塞 旁邊就有一張長桌 放有熱水壺、杯等等 另一邊就有梳化及露台 廁所亦都非常大 有齊基本個人用品和風筒 酒店早餐為自助餐形式 提供西式和印尼式餐點 每日都不同 還可以即場煮麵 有河粉、米線 當然不少來到印尼必食的Indomie 還有很多不同口味讓大家選擇 正式開始行程 第一站首先來到烏魯雅圖 有青情人崖 位於巴里的最南端 同樣地 進去首先要圍上沙龍 主角就是這座建於海邊懸崖上的寺廟 有70米高 我們現在來到巴里道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景點 烏魯雅圖情人崖 上到這裡記得在這個位置打卡 大家沿途走樓梯上去的時候 已經可以遠挑整個廟 還可以感受到印度洋的磅駁 不過就要小心點猴子 來到這裡最需要注意 就是山上的猴子 因為他們真的非常之樂死 最喜歡就是搶旅客的隨身物品 好像帽子、眼鏡、手提等等 所以大家上來的時候 記得要打聲十二分精神 千萬千萬不要讓他們搶到東西 走完附近也有市集 售賣充滿巴里特色的手信 例如騰袋、器肩等等 還有新鮮椰青 熱愛打卡的你一定會很喜歡這裡 裡面除了可以近距離見到梯田之外 還有很多不同打卡位 例如鳥巢、高空千秋等等 有專人幫大家打卡 大家更可以租借長披肩 不用去巴里 Swing 都拍到漂亮照 除了打卡位之外 除了打卡位之外 這裡還可以玩Sip Line和Sky Bike 另外非常建議大家走到落底 才可以感受到整個梯田的壯觀 另外也有Cafe 大家可以慢慢吃、慢慢Chill 感受巴里人的慢活 如果要在巴里看日落 首算一定是金巴蘭海灘 曾被評為全球最美十大日落之一 不少旅客都會特意來到這裡看日落 當然還要把握機會和鹹蛋黃拍照打卡 海邊還有多間餐廳 全部都是賣海鮮燒烤大餐 這次安排的餐廳 就有烤魚、烤蝦、烤花甲和炒菜 白飯飲裝 大家可以坐在海灘 看著日落、吹著海風餐桌 晚上還有Live Band可以聽 最後一集將會帶大家去巴里室內傳統市集 瘋狂Shopping 到訪、瀑布和咖啡工廠 還會帶大家吃印尼烤鴨 想知道更多行程推介 記得留意我們實施根團貼地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